你好 你好 我来介绍一下 其实我这一套 应该是说 怎么平常感觉是不太会穿的 对 很像 不是 你 不是我的 感觉是你穿你老公的衣服 没有 我上次上完女大 我就听欣美姐介绍之后 我后来再买的 其实我第一个买 而且你还买得到 第一个买的是这一个 然后呢 就是他应该是说 我第一个买KUJI的衣服 不是宝宝 衣服 衣服 然后呢 他的时间点就是我生小孩之后 坐月子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 当然是可能太累或者是 就是月子中心的时候 我就花花手机 然后就突然看到就是刚好 就是寄给我这一张照片 然后就想说 那我先 因为这个是男装 对 然后我想说 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的衣服 可是觉得 男装通常可能这边比较长一点 对 宽松度应该也比较大一点 那应该是可以展现出来 我想要的那种HIPPOP一点的感觉 我就有一点太怕 如果选M size的话就太大 我就选了S 男装的S 结果是其实是 也是满 满刚好的那种 可以 对 所以就觉得好吧 就是虽然不是那种真的很HIPPOP 可是就觉得 这样子好像也蛮 生活上就是蛮不错 可以穿 这个是我朋友处理他的二手的衣服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穿过这种Style的衣服 这很实穿 对 可是就是毛衣的这种材质 可是它又是西装的这种领子 所以我觉得 那我可以试试看 可以 我也没有这种Style的衣服 所以就那时候我跟朋友买2万块 结果买了 好便宜喔 好划算 对 我就好好的穿着它 然后其实刚刚讲包包 这个其实应该说 我的包包里面CP是最高的 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用 因为妈妈 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妈妈都很喜欢背 对 因为妈妈就是需要两只手 空出来 对 所以就有时候就 而且Style也刚刚好 然后这样背着 好可爱 然后就 解放双手 对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什么跳舞也可以 那它其实没有纹那个 那你小孩贴的吗 不是 因为我也喜欢那种幼稚一点的 然后通常就 本来就没有这种图案的 就基本款 对 然后我就有一天跟我妈妈刚好来台湾 我们两个都看到有这样子的图片 然后 可爱 然后就刚好我妈妈听到加签 她也觉得好像蛮合理的 所以她就买给我了 对 就用妈妈签 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是 LV的老花也是值得可以收藏的 还买了一个小包包 对 真的 好可爱 小可爱这样 很可爱 对 听一下吧 好 以上是我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